张孟冯 他现在是跟他妈妈张卡在一起的 我们通过这个测试 发现他在这野外培训过程中 他已经适应野外这个环境 能够比较好的到野外去生成 所以她是一个比较活的过体 同时她的姐姐就说已经在野外存活了两三年了 她的妹妹我相信也会像她姐姐一样 在野外是能够存活下来的 这个华妍和张默就不一样 华妍的妈妈叫叶妍 这是一支圈养的大熊 所以说我们正好是一个对比 张默她的妈妈是野生的 华妍的妈妈是圈养她 所以说我们不能只培训野生来源的熊猫 同时我们也要培训一些圈养繁殖熊猫 这样才能壮大我们的野化培训队伍 让我们更多的熊猫放归到野外